想要长者多多出来户外走动 适时的举办一些活动是很好的方式之一 日前泰山区长谢文祥和新北市府顾问张丰元 他们就一同来到了泰山区的大科社区关怀据点 帮助长者庆祝生日 泰山区长谢文祥和大科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者一同欢唱 因为这天可是受到长者们期待的亲生会 区长期盼这样的活动能鼓励长者多多参与 我想这边是比较处于泰山的一个偏遠的一个山区 刚好毗邻我们高速公路旁 在这个山野的部分我们伴着卡拉OK 然后庆生带点一个饮料配的下午茶 一起来在这边给老人家庆生活动 社区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大家共同餐饮这样子的活动 让提给老人家个开心 所以刚刚除了庆生之外 也希望是介入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们在地的一个老人家能够走出来 多活动多健康这样子的部分 这天新北市政府顾问张峰元也一同参加 他表示此行是受到侯佑仪市长的指示 希望表达对长者的关心 也替市长来看看大家过得好不好 我今天受到侯市长的指示 基于他两个证件 第一个证件是安居乐业 所以我来泰山来看看我们这边乡民 还有这些老先生住的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来反映 让我来跟侯市长报告 另外一个侯市长强调行动治理 所以我们亲自来大科这个活动中心 来跟民众来互动来希望把市政府 还有侯市长对居民的关心 对我们乡亲的关心 亲自来当地来表达给对方 大科社区位在偏远的山区 各方面的资源也许不太充足 但是还好有社区关怀据点 为长者提供各种服务 也用心规划各式的活动 让长者参与 记者方健凯林景瑜泰山采访报道